接下来今天的追新闻话题来看看 美中两国在印太地区互尬展现了一些军事角力 同时全球的军力排行也曝光了 台湾到底排第几呢 等一下来看看 先看一下目前美中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角力 现在其实两边都有做一些交程的作用 主要就是因为演习不间断 因为即将从九月开始 大型的演习又要登场了 这一次美国主导的这个演习 一次是六个国家演习 包括了美国 日本 韩国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等等 而加拿大的海军已经派出了三艘舰艇 8月28号抵达了日本的横须河基地 准备要参加的就是这场九月一号开始的六国军演 那么这次六国军演也将穿越 情势比较紧绷的台湾海峡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军演 新加坡跟中国也要军演了 时间长达两个礼拜 从九月一号一直持续到九月十四号 就在两边的军演要登场之前 中国的解放军怎么又来乱 中共有一架侦察机呢 昨天飞过了这个宇纳国岛附近 从这个宇纳国岛跟台湾上空 巴士海峡方向才离开的 那么日本为此呢也出动了战机升空紧急应对 而针对目前的台海情势 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长杨荣文 他就说了他说呢其实现在的美中关系不会显著改善 但是也不会明显恶化 而台湾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而已 他说战争和平的问题主要是由美中来决定 台湾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不过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他就对此警告了 他说中国恐怕在2027年会武力犯台 所以他呼吁呢美国应该要跟中国清楚的表达挺台湾的一个立场 那另外至于日本呢 日本现在要随时应变可能变化的一个台海局势 所以日本现在拧定了一个离岛避难所的整备方针跟计划 只要台湾有事日本也要做好准备 这个计划从冲绳的仙岛群岛先开始 要来调查到底日本有哪些避难设备 必要的话将会提供政府的支援 而明年呢也将编列2700万台币的预算 来强化这些避难设施 而东亚的情势不稳定 西方的军火商也不断的开始在东亚找商机了 像是在英国 英国有一间航泰国防公司就即将在年底 把亚洲的一个监督据点 从原本的马来西亚移到日本来 而另外在美国呢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他们也有类似的举动了 要把亚洲的策略总部 从原本的新加坡也要转移到日本 为什么把这些军火公司的一个 亚洲的主力都转到日本来呢 主要就是希望接下来可以从日本掌握到 更多来自东亚的一个军事情事 甚至可以拿下更多的军火订单 那么在此同时 有一份全球军力报告也出炉了 这份报告是由美国的军事智库网站 所发布来的最新报告 全球军力最强的第一名是谁呢 好 第一名排名出来了 就是美国 而第二名就是俄罗斯 两边的分数差了非常非常的少 只有差0.0002分 那至于台湾呢 就排在第23名 不过如果拿台湾跟中国相比较的话 台湾的后备役军人呢 大概是150万人 这个数字是胜过中国只有51万的后备军人的 越界变了 镇